李國藝聊這件事 演書記者為著下面張貓捆回去 好久不見了李國藝感覺變帥又變色啦 他今天去Series Watch品牌記者會 出自燈牌走秀 大概有80分吧 這... 我是超級巨星啊 這應該是我這個月的唯一一場活動 這段時間好像已經推掉快20個活動了吧 我希望把自己的狀態調到前所未有的好 這都是為了專心演出電視劇《麻醉風暴2》 他為演出天才外科醫師累起小胡子 感覺有風在吹 人生沒有過就是風吹這邊會有反應過 但他因此治好了 說你怕雪 你以前到底有沒有怕雪 之前啊 沒有到非常誇張的怕 有好幾次在路上遇到車禍 然後那種老婦人啊 或是手直接斷掉了 然後車都一直過 都沒有人停下來幫忙他 我不知道我就會停下來 已經有兩次來三次了 但當時其實我都有點害怕 我看到那種就是骨頭已經開放性骨折了 我不太敢碰他 但現在好像相對的可能因為 學了一點也看了一些相對的比較穩定 自己騎車或什麼雷彈 知道自己流血會不會覺得很痛嗎 自己也不能說自己很久沒流血 也不能說這種話 就是自己反而還不會痛都來不及了 你會晚上做夢的時候 真的 真的會 晚上睡覺會睡不著 滿腦子都是一些英文單詞 然後跟每一個器具的名稱 哇太可怕了 上腔靜脈症候群 然後什麼呼吸道 反而一大堆所有的英文名詞 然後這些事情想完之後 饒舌的歌詞又出來了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